红红的朋友 温柏圈 红红有个难题 他想出了很多办法 但是也帮不到忙 午饭的时候 同学都有说有笑 但是 红红就满满不乐 放学的时候 同学都乐而忘返 但是 红红就战战兢兢 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 但是 红红就睡不着觉 有一天 星星老师 叫同学仔分组画画 但是 红红太累了 星星老师 温柔地叫醒红红 还带着他来到同学的面前 他说 最近 我留意到红红 勇敢地面对一些事情 红红 你愿不愿意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 我有一个很担心我的朋友 他觉得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会伤害我 我 他不喜欢我吃一些食物 飞飞就说 那 就等我来给你一些有益的食物 他又不喜欢我 胡亂碰其他东西 灰灰就说 那 等我来帮你洗你的画具 他又不喜欢我的皮肤干草 就知道 花花就说 那我来帮你擦一点潤枯膏 他不喜欢我接触灰尘的 宝宝就说 那今天我来帮你擦黑板 最糟糕的就是 我们整天都生气大家 我觉得 好孤单 呃 你有我们